正阳门 坎坷摸不掉那惊奇事 不明磊落一根尖 不明磊落一根尖 老哥呀 您是真敢卖我呀 可不是他卖你啊 他是一听你说徐家那么坏 你想想 他能待见他吗 可是老哥哥让我下不来台了呀 他能吃了你呀 能 小夏那个婚礼你是没参加呀 你没看见那排场 武师壮 而且办酒席的宾馆 就是他徐家自己的 我那三个闺女 你知道在他手下做什么吗 上次我没好意思跟您说 因为以前我都是骂他的话 现在我告诉你了 老大春分你知道吧 知道 那是最老实的姑娘 他是他们徐家集团的财务组监 真的 你看 这老二是丽霞 不不不 丽霞不是女闺女 那头错胎了 那是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 给我开玩笑是吧 我告诉你 他是徐家 另一个四星级宾馆的总经理 那刚才可怠慢人家了 这是咱要进了城 还有个高级地方住 你看你看这事呢 你你你你这样吧 回头把那个破柜包包包包 以后我让人把它给我抬回去 又算你这赔礼道歉了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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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赔礼道歉应该是你又不是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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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我 你总得跟我抬接下吧 人家不是说了吗 让我出个价人家不还价 刚才你不都说了吗 就是白给他他都不要了 这白给他我还赔了 我还不干呢 这 我不让你赔 跟他 跟他 那你说 怎么不让我呗 我让他给我投资 顺便给你带出两件来 放活了 让老大老二过来 把这柜子给贺卷头抬过去 走走走走走 你看看老哥哥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是爽快人 是 把这柜子抬回去吧 我从不多人所爱 不是 这是村主任给我面子 你让我抬过去 我这脸往哪儿放啊这是 村主任我见过了 你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 他不可能把柜子给你 我可不想占你的便宜 吃饭吧 不是 你都答应村主任什么条件了 你赶紧说出来呀 快点 土鸡蛋 我就说 给我透资改造农家乐的时候 顺便给他盖两家房子 不是 你别这么看我就会 就只团这样 对啊 不过分了 你跪着我留着呢 不是 你 这大惨气去 不是 这大惨气 爸 我说什么来着 我姨妈特慷慨 明儿我就叫人给村主任 盖两个跟这一样的房子 那怎么了 我 我就是个混蛋 我就我 爸 爸 干吗去啊 不是 爸 爸 这爸他不激动 你爸就是一个财迷 小夏 你回头帮我把柜子 鱼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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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运回去啊 小夏 那个李春艳去哪儿高救了 他呀 我今儿问他了 他是跟我保密 后来我追问他才跟我说的 什么 小小公司 你们说 这公司还有保密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公司 小夏 李春艳 一般都什么时候回家呀 他呀 过年过节 他放假就回来了 你问这干吗呀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过年过节 也应该回家看看了啊 快点吃哈 吃完了跟我去趟村主任家 蛤 蛤什么蛤呀 那姨妈要返回去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嘛 不是 姨妈 这个时间老村主任应该不在家 他一般吃完饭 都出去留完去了 我不找村主任 我找李春艳 你不用进去了 让靳天和丽霞跟我进去 好 好 轩燕 我姨妈问你的事肯定是重要的 你就实话实说 放心吧 我妈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这件事的 是 是 是陈虹和范小军叫我过去的 那公司是他们俩的 工资待遇都比这边好 我就 我跟你见面的事 不要让范小军和陈虹知道 陈虹不上班了 快生孩子了 那这个公司范小军他爸知道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什么都不问 淳于儿 你要是愿意再回到我们公司 就跟他们俩说 我欢迎你 谢谢董事长 小军这么干 肯定是他爸指使的 这范金有了一肚子 硬额躲进去 怪不得大姐你爸也搭理他 他开公司倒没什么 也上次他开公司 就是想把后悔给挤走 这次他又用这种办法 他的目的是什么 吞掉我婆婆的公司 没错 叫你婆婆在公司没有话语去 妈 这时候有点大 我要不过妈打个电话 我跟她说一声吧 你要给她打 你跟她说 是尽力找她 先去你们家再到这儿来 要不然你爸又跟在屁股后面了 行 我这就打 别别别 回你们家打 用坐机打 要不然你爸又怀疑了 你在家等着你妈 让我把她接过来 行 我这就去 妈 我怎么感觉您像个特工似的 妈像吗 像 哪不是像 那是太像了 感情您在车上 就已经开始怀疑她了 但是 您怕小夏嘴快 所以把小夏支走了 您才说的 真厉害 妈 我想知道结局 妈也不知道 这天有不测风雨 范青又想让她儿子提前接班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不担心范小军掌控公司 我怕猴亏走极端 她对她妈的感情呀 还是挺深的 这妈清楚 所以妈要帮她 她摁得越来越好了啊 就这儿这儿 对 这架不准甜甜爱呀 是不是 您 您 甭管 这是谁呀 讨厌的 这这案子舒服 谁来有事呢 猴亏啊 还这么晚了 有没有明天是说吧 我来接 我来接 你 你稍等一下啊 喂 喂 儿子 什么事啊 妈 经理突然说有个事想告诉您 非常重要 他说关乎到我们俩在美国的生存 想让您马上过来一趟 美国的事啊 那今儿晚上就得定 行 妈过来一趟 行 那我台下等您啊 这么晚啊 我送您啊 自个儿去就行了 这静女啊跟她妈一样 一会儿一出的 跟她妈一样 小军啊 消息早漏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呀 应该是徐经理 你这样 马上到徐慧珍的别墅等她 看看她是不是拉着你妈 找她商量对策去了 对 你离得近 越快越好 好嘞 妈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 小小公司的背后 就是小军一手操控 而且我岳母也断定 范小军 就是想吃掉您的公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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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 好 爸 车上没有徐经理 那也就是说 不是徐经理发现的 是徐慧珍发现的 我告诉你啊 你们马上就要追问了 你可以谈判了 好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其实小军背着你在外面 搞一公司 而且搞那么大 未见得是件坏事 孩子翅膀硬了 自个儿能说大老板了 我倒是不担心小军 我担心的是范金友 她有没有参合进来 她有没有背着你挣钱呢 尤其是和那个 叶琳娜的合作 要真是这样 她跟你可就离心离德了 范金友 有这个心 她也没这个时间 我没看她跟谁 有密切来往 那就是说 她在背后指使范小军 我也是这么怀疑 妈 我能问您在绝密的事吗 说 小军目前在公司 困固多少 百分之三十 那我爸呢 百分之十 加上现在合作的项目 不管投资规模算的话 再加上 只有妈自己能算出来 百分之五十七 那小军他爸一倒戈 您就真得仗位了 不可能 他范金友离不开我 呵 自信 自信人生一百年 什么叫自信呢 我是有绝对的把握 范小军 他这是想控股 提前接你的班 这不就是范金友 他最想要的吗 你对范金友的成见太大 他绝不敢越轨 行 那我只能相信你的判断 我那是没想到 小军这么早就向我发起冲击 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你说 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 像你呗 更像范金友 我说徐慧珍的徐慧珍 这什么时候啊 这风凉话 能不能少说两句 我这不是帮你的吗 你不帮我 谁帮我呀 明儿早上 你到公司就开始发难 实时测查 范小军一定会跳出来 跟你理论亮出底牌 你呢 要先做一个准备 看看要多少钱 才能让这个小子 他的阴谋不能得逞 关键是 你也得亮出底牌呀 今儿晚上你就跟侯奎 和静里签一份合同 让他们两个也参与进来 西花 我说你还是空谷 大白的 怎么样 我说你这是真心想帮我呢 还是在开玩笑啊 你当我这说片儿汤话呀 我这是要拿出真杖的 有我那么好的亲家 干啥 我干啥呢 我这好亲家 我这最好的姐妹 肉麻死了孩子在这儿呢 钱才是你最好的姐妹呢 你就是 你还笑得出来你 你们说二百五 谁让我遇下这么好的亲家 我亲姐妹呀 陛下姐 你见过亲家 你见过这么甜的亲家吗 怎么了 我听她们说 她们让大姐出钱打败范小军 这姨妈 要不不出手 没出手就吓死人了 妈 您还没睡呢 办完了 办完了 活动签完了 但妈 我跟你说 这笔资金很大 现在手机生产线的 投资论证已经做完了 下面马上要建厂房 进设备 后面大把的资金 等着您拿呢 万一那边有点什么闪失 您这边怎么办 你放心 要是往里头啊 妈不会都用账上一份钱 妈 您也有小金库 你 我现在发现了 她们都用账上的 也有小金库 女人都用账上的 她们都用账上的 我听说 我听说 你也没回家 敬礼那边没什么大事吧 你先看看 是不是要纵容你儿子 我搞了公司 没劲啊 这大儿媳妇是真没劲 是非太多 何人让你过去 你是问我什么事啊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不叫我爸爸 不和我说话 我都忍了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忍了 为了家庭大局 我忍辱负重了 我今天我还是不忍了 激动什么呢你 他说我纵容坏了 我就是搞公司 证据呢 证据在哪儿 你拿出来 要不拿出来我告诉你 对不起 我不认他 我还不给他留面子了 我不做 你有什么可激动的 我能不激动吗 往我身上泼脏水 这是污蔑我不激动 我傻子了 我不激动 那我就问你 你到底是知不知道 我让晓晓又搞了公司 什么公司 哪儿来的公司 晓晓公司 就是跟我们合作房地产 项目的那个公司 不可能 晓晓的大大 叫他过来 我给你叫去 打电话 好 好啊 我等你给我 小军 你哪儿呢 你过来 上你妈办公室 快点 来 进来 妈 你找我 妈 怎么了这是 我问你 他 和我们合作 那个房地产项目的 小小公司 背后主持 是谁 是我 我是董事长 你 爸 别一惊一乍的 我倒想问问你们 法律上有哪条规定 说不允许我范小军 再搞一公司了 法律上没规定 但你这是不是背叛你妈了 我不背叛我妈干吗 我妈私底下 跟我哥我嫂子走那么近 我媳妇在医院生产 躺了两天了 你们看过一眼吗 什么 抽屋生了 男孩女孩啊 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我进来的时候 你们先不问我媳妇 反而质问我公司的事 这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呢吗 没到预产期可以提前生产 我公司出事 你们不也挺惊讶的吗 小军 你这是要跟你妈叫板的意思啊 妈 我承认 我就是担心你把位子让给我哥 我宰公司这么多年了 辛辛苦苦苦心卖力 她后悔呢 她后悔在她媳妇家坐享其成 我要是看着公司不下手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儿子 你就那么自信 妈 我的自信不是针对您 您永远是我妈 我就一个目的 打败猴奎 绝不让她坐享其成 我并没有立遗嘱啊 我这身体还健康着呢 你看我 想要退休的人 妈 您这么说了 那我只有摊牌了 您说吧 您什么时候退休 看着你这副嘴脸 真的是让妈很失望 我 我打算呢 八九十岁 再考虑着退休的事 您这是在托辞 其实您已经把内心的想法 都说出来了 您就是想在退休之前 把位子让给我哥 然后您自个儿 在后边垂帘听证 这事你也管不着 小军啊 你这么做就不对 其实你妈在心里边 不是 她最喜欢的是你 行了 爸 不是 你傻不傻呀 我妈她喜欢谁 她能告诉你吗 你这话可大逆不道啊 我这是被逼无奈 只有出自家策 我妈在心里面 我不是过来自家策 你自己在带来 你谁在美国 都不够了 那我们去做 都不够了 人家策 都不够了 那么多了 感谢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经理过来吧 妈要开个董事会 对 会一世间 慢点啊 小心抬肩 看着啊 看着 这就放这儿就成了 慢点放啊 你这个放这儿 好嘞 小心点 放这台子上就行 雪茹他们家打内仗了 雪茹他们家打内仗了 敬礼和侯奎都被叫回去了 我让敬礼啊 助雪茹一臂之力 那应该 我担心他们家呀 就此分裂 早上得有这一天啊 祸根就在范金勇 那雪茹认识不到这一点 她不撞到墙上 还认不清范金勇的真实面目 这要咱们尽力了 这朋友的责任就尽到了嘛 我总觉得雪茹选择范金勇 我多少推了她一半 这也不能怨你 范金勇 跟她生活这么些年了 是不是 又一直当她的助手 要怪就怪雪茹 一碗水端不平啊 说得也是 小心 这不能往这儿放 来 往这边走 往这边来 来 过来 过来 好 这 搁这儿 搁这儿 对对对 好 清落 清落 小心点 好 那就搁这儿就行了 小军 在你哥哥嫂子没来之前 妈还是想 再给你个机会 放弃你的想法 咱这一家人 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可以啊 妈 只要您写个东西 保证您退休以后 将来不是由我哥 来主导这公司 是 可是现在 是你妈在主导 妈 我没安全感 妈这是在 苦口婆心地劝你 别让自己下不来台 不会 这点您放心 台阶在我这儿 我怕您下不来台 我怕您下不来台 天啊 我怕您的 我怕您下不来 我不想 我怎么都已经被我讲了 找一整个 걷t 找一整一年 找一整个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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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公司的幕后手很长 还有后盾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你只要撑人意点 你没有我有本事 没有我关心应就好 本来我想暗中不露声色地 和妈合作开发这个项目 一切进展都很顺利 但是不知道有些人 在背后挑动是非 告我的刁壮 于是妈才查出来 小小公司是我在背后操作 你心够黑的 跟自个儿亲妈刷手腕 你别在这儿挑动是非 对 我做这一切 不是为了跟妈较劲的 而是看不惯你坐享其成 然后悠闲自得地 在这儿等待接班 我没这么想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罢 商场上是不管怎么想的 而是要看实际怎么做的 那么好了 妈现在也知道了 那我只能坦白 现在放在咱们面前 那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 就是我们分家 不合作了 然后我撤出 我在许如集团的全部股份 我自个儿单干 当然了 妈提倡家和万事兴 于是呢 我跟妈商量好了 咱们走第二条路 咱们股份重组 好啊 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哪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答应了 我从来不违背妈的意愿 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妈让我当那总裁我就当 妈又说 你在背后搞了个公司 挣了点来历不明的钱 证明你本事比我大 都不用妈说话 我主动就让位 行了 别在这儿装孝子了 装得还真够行 你倒是不装呢 成天想着窜班夺权 我再重复一遍 我不是夺妈的权 我是夺你的权 我没在位上啊 而且我从来不干涉家里的 但是你底下做了不少动作 行了 说这些没用的话干什么 说正事 行吧 既然妈发话了 咱们说正事 你们都同意走第二条路了是吧 那么只要我的公司合并进来 我就是第一大股东 大概拥有咱们集团 百分之五十七的股份 这样的话 我就是董事长了 小军 妈本事比你大 再说了 妈是咱俩的妈 她身体又很好 你干吗这么着急夺权哪 当哥哥的跟你说句实话 我真不跟你争 你虚不虚伪啊 我的亲哥哥 我志在奉行妈的指示 妈说过 谁有本事超过我 谁就能接我的班 是 这话妈以前说过 妈 那你就是同意 我大股东的身份了 那么好 从这次会议开始 以后我就是董事长了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咱哥俩还是听听妈怎么说吧 没问题 妈 您表个态 小军 你同意第二方案 当然 我是提倡者 老奋 你同意吗 你同意 我就同意 好 那也就是说 现在可以往下进行第二方案了 那完事以后 我就去工商局 把我们的法人代表的名字换一下 小军啊 小军啊 不要操之过急 我呢 还有份合同 需要你看一下 何奎 拿给他看看 过个木吧 你这合同 你这合同不算数 你们昨天刚签的 昨天刚签的 也是在今天会议之前 那 我看看什么合同啊 爸 他们这是十一谋诡计 背着我签了一份投资协议 而且将所有的金额 全部转成股份了 玩音的是吧 你怎么会认识 你们何去火来弄啊 我不跟你们玩了 这说出去的话 怎么能收回呢 这泼出的水 你能收回来吗 小军啊 你这让你妈怎么看你呢 我算了一下金额 我算了 猴魁你们打算 是用投资来当股权 那总的比例算下来 你们的妈 猴魁还有徐静凌 你们三个人的股份加起来 应该占总公司的 百分之六十五 没错 我妈依然绝对空股 这白纸一张 你真的没打钱啊 我马上就能打钱 行了 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 侯魁 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司备忘录 让大家都签上字 小军 还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公司的一切维持现状 不变 行 散会 小军 别跟你妈耍心呀 等等 我还有一笔账 可以这么算 范金友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但是我不能让儿子吃亏 胡可儿 你账算得不错 但是你没算 我在公司的股份 属于谁啊 范金友 你敢背叛我 我没想要 你快把股份 你还要账 你在和你一样 你自己要做 你自己要做 别人 我没背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侣的土 Ya fik 菜好 你这财产是你和猴盔的 明天猴盔在说 美国他那姓猴子爹的财产 这全是借全是你们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 一切都不算数 走人了 那只能按第一条路走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反正你也不信任我 这一切都是你逼的 我只能说 因为我只想去 这一切都要 这な死我 这玩意 不用 这玩意 这玩意 我这玩意 别玩意 水 你吃 を先吃了 多吃一个 好意 事情已经这样想那么多也没用了 你陈雪茹是谁啊 打不倒的吴清华 坚强才是你的本色呢 你看看我那孩子啊 你再看看你那孩子我 侯奎不是你儿子呀 侯奎多好呀 你别提他还好 你别提他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 我是对不起的 我 钱财呀都是身来质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甭把它看那么重了 你知道我现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吗 就是把孩子们呀 一个个培养成财 其实我早都退居而先了 都是孩子们在干 多好呀 让他们有自个儿的理想 奋斗目标 要我说呀 你也该脱手吧 让孩子们自个儿去奋斗 给他们生活的动物 怎么就不会想那些外门邪道的事 你说呢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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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小酒瓦真辣真鞋 岁月深了不知道是恩是缘 天亮了天热了谁问那么爱 你来了我去了真家难辨 你来了我去了真家难辨 镇上的箱子很大铃子 牢牢的把耳车沉沉的酒量 好好的逞强绿绿的羊羊 相争相恋相亲相伴 我心永远拥抱明天 相争相恋相亲相伴 我心永远拥抱明天 我心永远拥抱明天 你六年 杨 knots